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青少年的特色是什麼 我們上個禮拜花了很多的時間 去定義青少年 到底青少年是什麼 他可以是生理上的青春期 可以是大腦的 amygdala 或者是 prefrontal cortex 上面的改變 我們也說他可以是 社會文化上的術法 弱冠 或是學校的轉換等等 但是我想要在這邊提一個想法 就是你在大學二十浪當歲的時代 或是研究所 離大學不遠的時代來修這門課 然後你覺得你可能很關心青少年 或是你很關心你自己 因為你自己是青少年 但是有一個很有名的作者 我不曉得你們還認不認識他 他是寫過魏央歌 燦琴書 仁子 的一位已故的文學大師 叫做陸喬 那不曉得這個時代的你們 還認不認識他 那他在很多年前 曾經說過一句話 他對這個時段 青少年這個時段 下了一個非常有趣的註腳 他說啊 每個人不論活到再老 在每一回 起心動念的那一刻 就是永永遠遠都是那個 剛剛初始 開始自己可以決定事情 自己可以有行動能力 自由地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的那個初為成人的那個階段 就是差不多十七八十九二十歲這個階段 他說我們每個人 我活到這麼老了 我的媽媽已經馬上一百歲了 他起心動念的那一刻 其實他心裡 都想著是 我可以自己去做一件事情 我可以自由獨立地做決定了 所以我們因此可以說 我們可以這樣子講 人生都是 都是 事如春夢了無痕 你出生到死亡 他就是一場春夢 可是在這個人生的這個長河裡面 在這場春夢裡面 最美麗的一個春夢 其實就是 不論你現在已經幾歲了 每一次起心動念的那一刻 都是那個豪情萬丈 你的小宇宙裡面有所有的可能性 然後不論再老 我要說的就是說 你的心裡其實都有一個青少年 雖然你今天在大學時代上這門課 你將來也許在研究所的時候上這門課 你也許一輩子 到了五六十七八九十 歲的時候 其實你心裡都活了一個青少年 他都有一個 self-determination 的那個 起心動念的能力 而這樣子的一個初始的 最romantic 最浪漫的 一個心情 其實可以促使你去做很多事情 想很多事情 對人生有很多的反省 那我希望 希望上完這門課以後 你所帶走的東西 不是在今天 或是在你出入 比如說教程的同學 出入學校的時候記得 那希望是到了你 到成人甚至退休以後 你都會在想 說你的青少年期 你曾經做過什麼樣重要的決定 那個決定 是不是還有一種 莫忘初心的浪漫 那這都是大家可以去思考的 那我們上個禮拜呢 開始談青少年的研究方法 那我們講了三種 然後最後跟你畫出一個 長模的distribution 那告訴你說 我們大樣本的測驗是拿 每一個小孩 新的小孩的結果 去跟原來的那個母群 推論出來的那個母群做比較 然後知道每個孩子 在這個母群中所佔的位置 比如說他是高於平均值一個標準差 或是低於平均值兩個標準差 那心理學家可以用這樣的資料 去了解我是不是要 給孩子特別的培育方法 或者是 要怎麼樣去幫助這個孩子 那我們下面要講的這一種呢 其實是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呢 其實是專門給青少年用的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叫做 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 叫做經驗抽樣 方法 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 那這個方法其實很有趣 他基本上就覺得青少年呢 每時每刻每天 他隨時隨地呢 很多時候他的心情 他的 與人的交往 他的思考是 起起伏伏的 因為有起起伏伏 所以當你在每天的一定時間 把青少年 就是召集到教室裡面來 然後對他做一些測量 那個測量不準 因為那不是 可不可以反應那個青少年起起伏伏 他時常就是狂飆一下 或是怎麼樣一下 有時候很害羞 有時候很狂野 有時候很開朗 不一定的 所以呢 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 有兩個重點 早期的人用Beeper 現在的人當然非常非常的方便 用手機 這是第一件事 那第二件事呢 就是說 你可以在 你可以在不同的時間 在Random Time 打電話給這個青少年 送一個Beeper 送一個Message 給這個青少年 然後跟他說 請你上網做測量 那以前呢 早期 我現在想想都覺得很好笑 大概二十年前 開始用這個 有那個Pager 有那個Beeper 的時候呢 通常我們要規定青少年 他要帶一個小本子 然後在身上 然後每次他聽到Beeper 的時候 他就要把小本子掏出來 然後開始在小本子上面 做測量 做問卷 那時候 各式各樣的網路 還不這麼發達 現在當然很簡單啊 你只要Beeper 一響 手機Beeper 一響 叫他上一個網 點進去 就在網上做測量 然後從這樣子的角度呢 我們就可以去了解青少年的一些 他的生活方式 那現在當然更進步 比如說你可以用 如果青少年不小心按了一個什麼 容許或是什麼 他所有的資料 就已經在大數據的網頁裡面了 就已經可以用Data 來分析了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個來做很多的社會網路的分析 比如說社群網站裡面的分析 各式各樣大數據的分析 那過去呢我們 就是對於 Data Collection 沒有這麼多的電子的技術的時候 我們需要青少年統一 那現在說不定其實用大數據都可以做 那就看你的研究的 基本的概念是什麼 但是 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 它還是一個 在現在在青少年的階段 還是一個很有用的研究方法 下一個是 Physiological Method Physiological Method 我們通常現在 當然大家都很喜歡了解說 你的行為跟情緒 到底有沒有生理基礎 所以我們第一個做的方法呢 行為情緒的生理基礎 我們通常有所謂的化學的方式 也有解剖的方式 如果走生化的方式 就是去了解一些孩子的一些 比如說他的尿液 他的血液 還有他的唾液 那把他的尿液血液唾液拿來分析 然後去了解說 他目前的一些chemical 的狀況是怎麼樣 那最常用的 也最方便的 就是 Cortisol Level 所謂的身上腺皮質素 那 Cortisol Level 通常你一個棉花棒 放到嘴巴裡面去 挑一點就有了 然後冰起來 然後拿去做分析 那現在房間都有這種商業用的 這種小的工具 讓青少年可以在早上起床之前 就是自己抽樣 然後放冰箱裡面去 然後到了不同的時間點做抽樣 他可以看到每天的 就是 Cortisol 的起伏 因為 Cortisol 它其實是一種壓力荷爾蒙 所以我們會知道說 每個孩子他在面對不同的壓力的時候 他的 Cortisol 的起伏 也可以了解他的一些生理機制 跟他的行為之間的關係 好 那這是一種方法 那另外一種方法就是 比較用生理的解剖上面的 那個角度去看這件事情 那當然有非常非常 就是現在有非常流行的 各式各樣的工具 我們對於其他的工具都 暫忽略不講 那我們只提一個東西 就是 Functional MRI 那 Magnetic 是磁 對不對 Resonance 是振動 對不對 所以 MRI 的意思 所謂的 Magnetic Resonance 就是磁 合磁的振動 Resonance Imaging 就是造詣 那為什麼前面加一個 F 呢 叫做 Functional 是功能性的意思 那所謂的合磁共振 比如說家裡有長輩心臟不好 他去造心臟的合磁共振 腎臟不好去造腎臟的合磁共振 然後你骨頭不好也去造膝蓋的 或者是寬骨的合磁共振 那加一個 F 的意思 Functional 的意思就是說 他其實是人在運作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可以給青少年看數學的題目 或是給他講一個故事 然後要他去在故事情節裡面 去做一個問卷 你對這個故事有什麼看法 然後當他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去造他的 MRI 所以他是正在工作的時候 去造他的 MRI 腦部的運作的狀況 比如說葡萄糖的代謝等等 去瞭解這個中間的運作模式 而瞭解比如說有哪個腦區 會去 involve 在某一些特定的工作裡面 那核磁共振他當然還是有電磁波的 雖然不是特別高 但是他還是有一些 還是有一些小小的 risk 在裡面 所以我們通常去做 未成年的兒童或是青少年 都期望說這樣子的一個研究 他的意義程度是夠大的 那意義程度夠大的話 那通常在核磁共振裡面 我們非常會去強調說 那我們怎麼樣去想這件事情呢 通常一個議題就是 一個是developmental differences 另外一個就是individual differences 他是不是有個別差異 以及他是不是有發展差異 所以我們通常做這個研究 會做一些組間比較 比如說我們都說青少年 他其實是一個情緒起伏很大的人 那我們也許可以找一群青少年 跟一群成人都做 比如說憤怒臉孔的反應 比如說你讓他 就是推進去了以後 推到那個核磁共振的機器以後 你給他給青少年以及大人 去看憤怒臉孔刺激 然後看這個青少年 看了憤怒臉孔刺激以後 他的processing 或者說你甚至去問說 你覺得這個人有多憤怒 你可不可以講一個故事 覺得他憤怒的原因是什麼等等 你看他做一些這樣的事情之後 看他大腦活躍的區域 在青少年跟成人有沒有不同 那這樣的話你就可以了解到說 青少年他的那個 腦部的活躍程度 是不是腦區不同 或活躍的area 是不是更多等等 來去討論就是發展上的差異 再來比如說 individual differences 個別差異 那我們就可以比如說去問說 是不是有些孩子 他小時候遇到的一些不好的事情 那麼其實影響了他 就是已經影響了他的生理上的成長 比如說有時候 有沒有一些目睹家暴 或是自己被家暴的小孩子 在看到這個憤怒臉孔刺激的時候 他是不是就是他的反應 跟一般的孩子 沒有這樣的人生經驗的孩子 他在面對這樣子的 一些外界的刺激的時候 他就是有不同 那如果說已經都看到這樣的不同 你就知道說 哦 原來這些孩子 他的早期經驗 已經不只是心理上面 行為上面的一些改變 而且已經在生理上面 已經有了一些其他的區分 那這是在做functional MRI 的時候 通常我們可能會去想的 一些不同的問題 好 那再來最後一個 你們書本上有提的 就是case study 雖然我們很喜歡 心理學家現在 現代的心理學 非常喜歡用量化的方法 用科學的方法 用統計的方法 去探討問題 但有的時候 每個個體 每個個人 也是有他自己的特色 所以有的時候 我們也會做case study 去了解每個個案之間 不同的個案之間 他有什麼樣的不同 請你多指教 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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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